铃声响起一如往常接起电话 但这个声音是人吗 喂 119你好 只听到话筒里传来毫无感情的女生 想要确认一下另外一头到底有没有人 结果还是一直重复着相同的话 还有一串数字坐标 以为是恶作剧电话 但人人试着打开地图输入经纬度 一查发现就是在基隆 23号上午11点半 基隆消防局勤务中心 接获一通奇怪电话 只有机器的声音不断重复着经纬度 人人锁定坐标定位 在中山二路八属号附近 马上派遣救护车前往 就发现一名富人倒地 我自己听到他车车 这样倒去要咬一下 到场后发现有许多热心民众路过帮忙 只是富人当时陷入昏迷 立刻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目击民众表示 这名70岁的黄欣富人 骑车骑到一半 却不小心摔车 只是富人当时都已经昏迷了 打电话的人是谁 就是他手上的智慧手表 因为摔车倒地 装置感应马上启动报案程序 才会有紧销一开始听到的机械女声 过没多久也收到热心的民众报案 手表不只方便好看 更在紧要关头发挥作用 除了热心民众的帮忙 科技手表也救了富人一命 TVBS新闻刘新葵蓝亭 金龙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